信神的逻辑 有些人惊讶我成为基督徒 大概基于我是个非常理性基于逻辑的人 但其实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有仔细想过到底信不信神 只是没有想过而已 我们中国人从小就被熏陶没有神 一切靠自己是唯物主义 时间久之觉得无神论太合理了 想都不想 而且觉得别人信神简直是迂腐甚至迂窜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 很多无神论者虚伪 为什么呢 因为他虽然说不信神 但有些怕鬼 他们心中总有那么一丝恐惧 有些迷信 如果你指出他们的这个矛盾 他们会暗中甩甩脑袋清醒一下自己 告诉自己没有过神 但之后到一定的时刻还是害怕鬼神 再次他们怕倒霉 觉得冥冥之中有谁跟他们过不去 其实如果不信神 也不用信任何其他的东西 比如倒霉还是鬼 信其他 那就还是有神论者 但是如果你信鬼 信倒霉 那你还不如信神 信神起码比你信鬼好处多多 其一呢 是你不恐惧 如果你怕鬼 但还是号称是无神论 那你就是虚伪 如果你不信鬼 也不信倒霉 自认为是真实的无神论者 那么也用逻辑想一想吧 这普天之下的东西真是无中生有吗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无中生有呢 当然你可以说物理定律说是可能的 可是这么优美的数学物理定律是哪里来的呢 你可以说人类是从第一级生物进化而来的 但是你仔细想过进化论的细节吗 有些事情 比如磁性雄性这样的双性生殖机制 真的那么可以无中生有通过进化而来 也许这些将来会被科学证实 有很好的理论能证明这个 不过我敢打赌 你自己并不了解 并没有答案 你只是盲目接受而已 你可能又会问就算我接受有神 神又是从哪里来呢 一个我认为是很好的答案是 只有有开始的东西才是被创造出来的 比如宇宙在130亿年前通过大爆炸产生 这是现代物理学证明了的 既然宇宙有开始 那么就有被创造的可能性 我认为就是被创造的 而创造宇宙的东西 我们称为神 没有证据说这个神是有开始的 那就不需要考虑是谁创造他的 我认为这个逻辑很清晰 当然你可能还是不信 那你可以继续思考 看你有没有其他答案吧 另外一个可能的答案是 我们不考虑神的来历 我们连神是否存在都不能亲自的接受 怎么能理解神的事情呢 也许只有你接受神 有一天你接近神 心领神的教会 你才能了解这些 目前就不用考虑神的来历了 不过我相信第一种 那就是神之所以为神 就是他不需要被创造 因此我希望我已经从各个角度 帮你了解 信神比不信神更合乎逻辑 那么信什么呢 我觉得什么宗教都有一些道理 让你理解一些人世间的一些真谛 很多宗教呢 也有很多谬论 这让你误入歧途 也可能让你还不如不信 所以还是要有老师带领 好老师很多 我也是不错的嘛 我这么说 你可能觉得是大言不惨的 其实三人行必有我 是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些人的老师 我经过了一些求所的历程 从佛到禅到量子禅 最后感受到神的指点 被基督感召 认为基督教是神让我们接受的 同时我也依然接受量子禅 这不矛盾 普天之下 莫非网土存在的都是神的 禅呢 量子量子禅都有深刻的含义 不可能不是神创造的 那是不是只要是基督教的东西 都是正确都是好的呢 我们只能说真的东西是深刻的 圣经 神的东西是深刻的 圣经上的东西是深刻的 是大智慧的 是好的 但是智慧好 这些事情都依赖于我们个人的理解 而这理解力是需要修行的 是需要时间的 一段时间之后 我可能有了新的理解 我怎么能说我今天理解的东西 就是完整的呢 因此很多牧师讲的 可能也是不完全对的 有些就是错的 但没关系 好老师固然重要 好学生也很重要 有时候你听错误的讲道 也可能让你大方出行 比听正确的讲道还受益 就算有些老师讲的不好 比如说我有可能断章取义 这也没什么 就是警醒一下自己 自己该怎么想就怎么想 去祈祷耶稣给我们帮助和灵感 记住 我们都是有限的 没有人能声称了解神和圣经的一切 终极内涵 不要被任何权威 包括牧师所吓到 因此很多人讲道 有些很棒 有些我觉得水平有限 但我依然尊重他们 甚至给他们捧场 因为还有一点 他们的智慧对很多其他人是有帮助的 比如我讲的是从理性逻辑性来讲 不是每个人都理解这些 可能大多数人需要感性 利用感性讲解的老师就更适合他们 不能说是水平不高 而且对我也是有帮助的 他们都是在做神的工作 在圣经里有一段故事 有个人讲着耶稣之名赶鬼讲道 门徒对耶稣说 要不要去禁止他 耶稣说不要禁止他 因为不抵挡你们的 就是帮助你们的 这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四十九和五十条 也因此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强调什么是真的基督教 把别人称为假的邪教 异教帽子满天飞 在我看来只要信神信基督就是基督徒 他们总有些道理 他们现在的理解就像是在通往上帝踪迹大道上 不同人在不同的一阵邪教一样 就连耶稣也在圣经里提到过 我们作为基督徒该做什么 他说第一要爱上帝 第二就是爱己 爱人如己 仅此而已 对这些在不同的人 不同的一站斜角一样 我们要向他们挥手致意打气 而不是说你走偏了 必须走在我的路上 通往上帝的道路是宽广的 绝不是我们人类理解的最多几条线的道路 或者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或者人家早晚在神的指引下会摸索到正确的道路 即使是对这种 我也持支持 按照耶稣的话 虽然他试图阻挡其他基督徒 但另一方面他也在宣扬基督教 他的问题是不去和无神论中阻挡基督教徒的那些人去争 反倒是和其他教徒来争 对于不信神的很多并不阻挡基督徒 但是有些是打压基督徒的 他们都不可能到打神的终点 当然这是他们自愿的选择 人类在启蒙运动之后 看上去强调人远离了神 但这不过是有限的人 有限的人自身的有限理解 我欣赏启蒙运动的思想 最喜欢苏克兰启蒙运动 但越是强调人 越是强调创造人的神的伟大 启蒙运动之前忽视人 那不是神的过错 是有限的人的过错 人越有力量 越美 越有智慧 越能照显神的伟大 因为没有神 这些都说不上 尼采说上帝死了 这造成人类在哲学上 和生活上发生迷茫 不得不开发新的理论 来给生活赋予意义 包括存在主义 荒诞主义等等 但所有这些知识 也都是上帝知识的一部分 因为没有什么不是上帝的 上帝没有死 是尼采的心思了 不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来说 遵述到正维章的学校 是尽心思了 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Türk